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年轻人火气大点 导弹打架很平常嘛 不懂老师 你看过以后就不会讲得那么轻松了 能有多乱啊 我就不相信他会拆了 怎么样 没话可说了吧 自从你来了之后 黄班的纪律不但没有好 而是把事情搞得越来越大 我想问你 不懂老师 为什么 怎么书院的桌椅板凳这么儿戏啊 一定是有人买了次等货从中取利 副院士 这件事非同小可 一定要查清楚 你不要扯开话题 你想怎么处置骆少胡 如果没有明确的答复 我身为天班的班主任 绝不会就此罢休 对啊 你是天班班主任的 买这些破桌子烂椅子与你无关了 你不可能吞钱这么卑鄙吧 不认识 他胡说八道 副院士 谈我可是件大事 最少要骆少胡给我们天班学生道歉 这个提议可以考虑 不过等我先问问他 如果他肯来 我马上带他来 你知道 勉强没幸福的 就这样 你 我把话说清楚 事情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 如果这次洛少胡在犯错 我一定把他开除学籍 你是他的班主任 我也同样不会饶恕你的 不懂 太过分了 往我尽心尽力地教你们 聪明一点行不行啊 打破了书院的东西的人怎么也赖不掉了 有正有据 比猪还蠢 这次跑不掉了 以后啊机灵点 要不然别说是我 皇上也保不住你 没人叫你保我 是你自己吃饱了撑的 这是什么态度啊 你要不是我学生 我早把你打趴下来 你知不知道 不好意思啊 因为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老师 因为你没资格 春风斩礼谁都能那么说 你 你凭什么 你成绩比程大官还差 怎么差 我礼乐设遇书数六亿 都比你这个不学无数的所谓老师好 好 我就要你死无权师 何为无礼说 吉里家里军里兵里兄里 此无礼乃宫廷大典 举行的时候还有一仗 史称 鲁布 武英怎么当作军臣 公为君伤为臣 绝为民 只为士 欲为物 对不对 魏极前仙更无疑 地乡祖术先谁 别再魏极清风雅 转意多事事辱事 我就不相信你连算术都行 一个帮框 中间画个锦字 分九格 把一至九填上去 直加横加斜加 加起来都要一样 做给我看 二四为尖 六八为足 左三 右七 带九 屡一 五居中央 纵横斜角 三个数字加起来都为十五 这个就是 九弓图 还有四四图 五五图 白字图 都让我交给你吧 不懂老师 庞途大雨 一个人没穿 所以没有打伞 为什么头发跟衣服都没湿 因为是你罗跑 你没有头发 没穿衣服 怎么会湿呢 这么聪明啊 臭小子 为什么不好好读书 安安分分 将来考个义官半职 为国为民 做什么官 做个蜘蛛县令 玩玩也好 我告诉你 就算我在这儿 人道得翻天覆地 我以后照样可以做尚书 官拜正二品啊 老师 当今朝廷是姓洛的吗 我怎么不知道 你有很多东西不知道 我记得以前跟你说过 这世上 很多人一生下来 就已经注定 他的路怎么走 是好是坏 是不能改的 也不能选择 哦 对了 我忘了告诉你 你以为 我不会掀桌子吧 神神气气 神神气气的 不懂老师 让开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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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碎神 来啦 我知道你来了 惶惶惶惶惶的干什么 不是啊 傅院士 国子贱 司业 邓卫 邓大人 来啦 别人 我 是 去 要 准备 你 我 你 官司在书院顾院士古卢 拜见邓大人 拜见邓大人 邓大人光临毕书院 实在是毕书院之荣幸 请 大人 亲笔提此牌匾 毕书院实在愧不敢当 应院士呢 应院士有事外出 未曾远迎望大人见谅 你们的成绩我看过了 应该可以共举入国子舰 太好了 国子舰是全国最高学府 大部分的舰生 都是各地的官学 共举入京师 不过 我们也会在各地有名的书院 挑选出类拔萃的学生入读 就像官司在书院这样 承蒙大人错爱 孔如代表书院上下 感激不尽 所以说 国子舰的舰生 绝对是精英中的精英 他日仕途 亦无可限量 平步青云呢 骆少胡呢 他应该快来了 大人 他就是骆少胡 少胡 快给大人行礼 少胡 骆少胡参见大人 洛尚书的公子 果然是一表人才 其实 我跟令尊大人 已经见过面了 几年前的七夕 我在春风满月楼晚膳 遇见尚书大人 和户部侍郎张大人 也在那里晚膳 所以 有一面之缘 他老人家可好啊 托福 以贤职的资旨 供举入国子舰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借问一声 大人有没有看过我的成绩 思业为国子舰正官 官拜正六平 为纪九负二 如果调生六部侍郎 为正三平 论及平步青云 莫过于此 我想 我爹应该派人 跟大人说过了吧 少胡 不得无礼 大人 出生之毒 不知道规矩 汪大人恕罪 骆先知 身名官道 不愧是骆尚书的公子 有前途 有前途 慢油 原来你爹一早 就打亲共父来说 国子舰的人会来 你干嘛不早 跟我们大家讲人生啊 干嘛要告诉你 就是为你践行 要时间去准备啊 嗯 很想我走吗 来 你不想走啊 无所谓啊 当然咯 是人都会走的 进去读几年书 就可以平步青云 也许没几年 就能做了大学士 做了上书 哎 到时候 可别不认识人呢 好了好了 我们不说这些了 来 喝酒 来 便吃 你看看 那个好像就是国子界 那个家伙 红皮 哈哈哈哈哈哈哈 大爷 辛苦了 大爷 大爷 你好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干嘛那么凶啊 不给还踢人 哎 你要是当了官 我就不认识你了 你看看 来 看看啊 让着啊 让着啊 让着 再来 再来 有运行啊 书伯 拿着民好所 干什么 死吧 疯马 这是什么啊 好烟 好烟 救他 快走 快走 你知不知道找你来干什么 知道 你知不知道 梅龙大街发生了意外 知道 你知不知道 邓大人因此受了伤 知道 你又知不知道 有很多路过的人 也因此受了伤 知道 有人看见 这一切 是因为你造成的 我想知道 这件事情 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是 好 好 难得你有勇气承认 如果你是我 你会怎么办 开除洛少狐 这是解决的办法吗 误伤私业 还伤及无辜百姓 证据确凿 我想 就算是上述大人知道了 也无话可说吧 傅院士是聪明人 我想不会想不到这几点吧 对不对 天地玄黄四个班 我知道 没有一个学生 比你的资质更高 只可惜 只可惜 不懂自爱 无德无信 好 既然你这么说 我也只能这么办 因为只有这样 我才能给邓大人一个很好的交代 来 什么事 没事 有话跟我说 没有 那我走了 我有重要的事 怎么了 没事 紫妍同学 你不要闹了 第一 我没心情 第二 我很没心情 我让洛少狐那小子 扳得我头都炸了 没工夫陪你疯 我要处理他的身后事 你要帮少狐 你一定要帮少狐 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孔如跟你说什么 开除我出书院呢 你也不跟他说清楚 说什么 说这一次是意外啊 有这个必要吗 我以后都不用再对着你这个死光头了 我可以自由自在去玩了 为什么要这样糟蹋自己前途 拜托你别在我面前装什么伟大教师了 我不吃你这一套 你也别在我面前装不在乎 我也不吃你这一套 你的军心我很明白 你紧张的不是我 而是你自己的饭碗 至于我 你用不着担心 就算我离开关子在书院 我也会去别的地方 我的前途绝对不会受任何的影响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你喜欢玩无所谓 玩什么都行 但是别太过分 把自己玩死了没人管你 可是连累其他人受伤一点都不内疚 你是不是人呢 不关你的事啊 你想怎么样 有种跟我出去 好 来 让你随便打 等你打到手软我才还手 如果我要你让的话 我就不是落寿虎 对吧 有志气才像我的学生啊 你这样打的人是要被开除的 对不起 你已经不是学生 这堂得业课 是我私人送你的最后一课 我告诉你 我的教职要不要引发 我本来就不属于这里 我随时都可以回到原来的地方 但是你不一样 你的人生没有回头路了 你现在放弃了 你这辈子就玩完了 你是尚书的儿子 天已经很后代你了 为什么不好好地珍惜自己 大官不像你有这么多机会 可是他从来就没有放弃 你跟他比 你只不过试探你 对不起 是烂的你才对 你知道什么叫人生吗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可以告诉我我的人生是怎么样的吗 你还记不记得 你让我们写我的梦想 我不是有些交白句 我是真的不知道 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写 对 我是尚书的儿子 我今天是朝中最大党派的领袖 人人都要给他面子 我是坐着八台大教出生的 我走的是七平路 我敢说 我要进公子建一楼反掌 就算是当状元 也是进而易举的事情 我只要用我洛少胡的三个字 就现在这个样子去考场 又是为真正管我的成绩呢 我今年二十一岁 可是我可以告诉你 我以后会是什么样的 我二十五六岁就会当官 三十岁就起码官败二品 之后我会加入我爹的党派 然后我就会做侍郎 我四十岁就会做尚书 然后继承我爹的党派 成为领袖 要是走运的话 还可以做太傅 正业品呢 从我出生的那天开始 我的人生路 就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 我努力是这样 不努力也是这样 你相信也好 不相信也好 我的人生 是早就已经出现的了 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麻烦你告诉我 我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老师 人生真的是一出生就注定了吗 叹什么气 你也注定了 注定当什么 当我弟弟 说句话 每次都是这样 跟哑巴一样 心呢 是用来装感情 而不是装心事的 小弟 反过来 我问你 如果你是洛少福 你会怎么办 走 逃避是办法吗 我也不知道 还有什么办法 唧哩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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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唧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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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玩什么啊 武生老板 你玩忧郁他 玩伤感我玩买菜 我不是说这个 我是说这个 我是问你 大神你为什么 走路往后退呢 你错啦 不懂事主 什么叫前 什么叫后 什么叫往后退呢 就因为你心里头有个 向前走的观念 那 就像我去买菜一样 我面向市集 一直的向前走 你说是向前 我回来的时候呢 也是面向市集 就一直走回来 那你为什么说 我是往后退的呢 后禅呢 吴兄 你错啦 这个不是好禅 这个叫普通禅 路只有一条 看你怎么走 向前也是走 横着也是走 横着也是走 后退也是走 跳着也是走 是不是很馋呢 老爹 我走喽 就一条路 看你怎么走 还有 他是很馋 不过他也够傻的了 没错 来 少胡 没想到 你这么快就要走了 以后 我们就黄鼠狼钻水渠 各走各到了 干杯 我最讨厌干杯了 要喝 就喝一坛子嘛 少胡 你这一走 我心里快难受的 人生就是这样 如果你们用心考会试 或许将来 我们可以在朝中共训 那倒是 你是尚书的儿子 以后一定会贫固青云的 到时候一定要照着我们啊 好了好了 不说这些了 来 干杯 少胡 你不觉得 就这样走了 有点可惜吗 其实也没什么可惜的 这里跟别的地方 对于我来说 其实并没什么分别 而且 我不会就这样走 我一定会留下一个 好好的纪念在这儿 少胡 你想怎么样呢 哎 有什么好玩的 别忘了叫我啊 总而言之 你们明天自然会知道的 好 好 好 江南第九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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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第九书 江南第九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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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第九书院